小吉现在带给鹅拌料 这些料都是粮食 玉米 豆瓣还有麦夫子 小吉自己调的比例 又到了晚上喂鹅的时候了 刚刚养鹅的时候 下边很多人都给我评论说 鹅有多能吃 说三四只鹅能够吃一头做料 我当时就觉得挺能吃的 但是没有切身感受 完了养上了 给大家看鹅多能吃 就这么一堆料 这有多少斤大概 具体也没凉 五六十斤是有的 只够它吃一顿 而且这么多 只是刚刚饱的一个状态 你是不是也没想到鹅有这么能吃 白天吃了一天 然后晚上我们再给补一顿 就这补一顿 这属于家餐 就这家餐 就一次吃这么多 你别看又这么多 完了吃完之后 俩小时之后又饿了 你信不信 对 我们白天放了一天 完了这是晚上又再给它补一顿料 一下一顿就要补这么多 真的是太能吃了 现在它不是长大一点了吗 比刚才的时候更能吃 现在正是小鹅长身体的时候 一定要吃饱 对一定要给它喂饱 我们都把这些粮食打成了末末 它好下口 这里边是玉米 完了我们买的这个玉米呢 是完整的 完了有的会买下脚料 但是我们没买 这都是就是人可以直接吃的那种 完了还有豆瓣 还有麦芙子 完了给打成粉末 然后喂给鹅的 每天都得洗 一定要保证它的干净卫生 如果这个料筒 是不干净的话 湿的话 就是小鹅很容易生病的 看着小鹅换一颗 准备它给它喂凉 来不及来不及 可赶上花 你看它那 它咋的都 喂完料再给它们加点水一会儿 这一块呢 就是体质比较弱的 小鹅还有小鹅 需要精心的喂养一下 完了你看这把子 它让它在这喝点水 看着小鹅吃的 多欢食 吃完了 完了再喝点水 一会儿就可以开始睡觉了 吃饱喝足 开始睡觉 看这小鹅能吃的 完了太能造了 根本都喂不及 完了吃完料 完了赶紧喝水 看抢的 去了去了 又给它整了一盆呢 再来一盆 太能吃了 根本都喂不及 小鸡又要给它们添料了 太能造了 这小鹅 有的鹅已经长很大了 你看这长多大 我感觉都 都一个多月了 这鹅看着 完了有的鹅呢 很小 因为它来的时候不是同一批的 小鹅都给销出去了 必须都得把它们给喂饱 完了大鹅吃完之后呢 小鹅才能往前边凑 所以不管就喂多少粮食 必须得喂饱 要不然 喂不饱 只能大大小不小 嗯 鹅现在已经吃上了 完了水月给它们添好了 像我们的话就白天放牧 完了晚上是喂这一顿 就是如果你不放牧 纯粹 纯喂的话 像这些鹅的话 一天吃个二三百斤轻轻松 但是你还得必须把它给喂饱 如果喂饱的话 完了有的大鹅 有的鹅大它吃的多呀 完了它就不让小鹅吃 小鹅吃不上 这样呢 长大以后 有的大鹅长特别大 小鹅长特别的小 按不按 不按 今天晚上呢 还是我们俩在这守夜 完了 晚上生活就要开始了 一到晚上我还是呢 我还是最害怕的时候 现在啊 它们长得像肉球似的 就是怎么了 现在没有卡嘴的现象了 就是什么 把鸭的现象开始严重了 它是肉球啊 往来原先可能撑个十分钟 你看它就没事 现在呢 三五分出去的看一下 要不然一会就没气 所以现在要比原先更精心一些